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我是被调包的真千金,可我一点都不恨取代我地位的疏忧。 如果不是疏忧,这些年我早就活不下去了。 十年前的大雪天,我穿得特别单薄,在街上卖花。 我爸说要是拿不回去钱,他也没钱供我读书了。 可我冻得浑身哆嗦,根本无力向周围的人兜售花。 遇到苏柔的时候,他差点被人偷了手机。 我冲上去撞了那个罐头一下,被对方狠狠瞪了一眼。 苏柔买走了我所有的花,跟我站在江边聊天。 原来他家很有钱,只是他爸妈总是很忙,根本没空陪他。 今天是他的生日,他干脆甩掉了司机,保镖,偷跑出来玩。 我心里想,好巧,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呢。 她是个很温柔漂亮的女孩,讲话的时候眼睛笑弯弯的。 我们两个人分着吃一个烤红薯,这是我在那年冬天收获的第一份温暖。 她身上香香的,说起好笑的事情,会亲密地撞一下我的肩膀。 一直到她家司机火急火燎地找来,我们才被迫分别。 林珊,我要走了,苏柔解下厚厚的羊绒围巾,给我围上,抱着我说道,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让你继续读书的。 她抱着花走了几步,又忽然跑回来,摘了一枝玫瑰,轻轻放我手里。 情人节快乐她调皮地朝我眨眨眼,就走了。 苏柔真的说到做到,她拜托家里人资助我,每个月给我打生活费。 每周五晚上,我们都会打视频电话。 上次注意到你的手动伤了,我给你系了护手双根药,苏柔眼睛红红地看着我,又小声问,你爸爸又打你了。 她一说,就哭了出来,简直比我这个挨打的人更难过。 我摸了摸嘴角的那点小伤,骗她说,没有,我爸最近很少回家,是我不小心撞到的。 苏柔躺在床上,抱着我送给她的廉价小熊,难过地说道, 林林,我爸想让我跟秦赵爷订婚。 可我一点都不喜欢她,她一天到晚冷冰冰的。 听说秦赵爷小时候受过很多苦,才被找回秦家,脾气性格特别古怪。 哎呀! 不说这些伤心事了,苏柔又很快擦了擦眼泪,她笑咪咪地说道, 我寄给你的羽绒服暖和吗?你穿上我看看。 那件羽绒服,我刚拆开就被我爸看见了,他转手就卖了,我根本来不及试穿。 我骗苏柔说,我洗了,下周视频再给你看。 你早点睡吧,要是这次钢琴大赛表现不好,你爸妈又该惩罚你了。 下周的时候,我就能攒够钱从心买一件了。 到时候穿给苏柔看,她肯定会高兴的。 穷人家的小孩挨打挨骂,可富人家的小孩是被精神压制。 如果苏柔谈不好琴,她妈会嘲讽她是个低智商的废物,用一些毫不留情的话将她贬低到尘埃里。 苏柔总是忍不住自我怀疑,情绪偶尔很低落。 但是她天生是个乐天派,又会重整旗鼓打起精神。 我跟苏柔也只有每周五这一小会儿时间能够聊聊天。 她忙着学各种才艺,我忙着为生活奔波。 苏柔听到我的话,表情有一阵色缩,轻声说, 林林,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好笨哪,根本不像爸爸妈妈的小孩。 哎,你就比我聪明多了。 打工那么辛苦,还能考第一名,画画又那么厉害。 她没挂视频,抱着我送的小熊睡着了。 苏柔睫毛弯弯,嘴唇红红,像个漂亮的小公主。 只是小公主的脸上,还挂着挥散不去的忧愁,估计是担心比赛的事情。 我拉开抽屉,翻出一张照片。 我抿着嘴瞪着镜头,身边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寸头男生,他揽着我的肩膀在笑。 秦赵爷,做大少爷了,改改脾气吧,一定要对小柔好一点。 林珊,林珊你在家吗? 你爸爸出车祸了,外面传来邻居急促的敲门声。 我匆忙去了医院,才知道我爸喝醉酒闯红灯,被撞了。 等我到了,他已经快没气了。 他拉着我的手,浑身是血,眼神浑浊地跟我说,去,去苏家,找你亲生父母。 我爸用尽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讲完这句话,然后闭眼死了。 他脸上还有泪水。 我把脸贴在他的掌心,哭得浑身颤抖。 我妈死得早,她咬着牙,把我拉着大。 我爸对我不算好,也算不上特别坏。 只是她这个人,本性就那样。 在她的认知里,给我吃穿,饿不死就是好。 我妈为了给自己闺女一个好前程,把我跟苏柔调包。 我爸又为了给我一个好前程,告诉我,我才是真正千金大小姐。 生恩跟养恩,孰轻孰众。 我站在苏家大宅,接受着对方的审视。 亲子鉴定书,关于我这十八年来,所有的资料都摆在桌上。 真是够恶毒的,当初我们那么信任她,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我妈愤怒地说道,要不是她已经死了,我一定让她把牢底做穿。 苏柔哭得眼睛都肿了,愧疚到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我爸翻了翻我画的画,问我,自学的? 不是,偷学的,我镇定自若地说道,我在画室帮忙打扫卫生,老师欣赏我,每周都会抽空教我。 用的颜料根纸,都是捡其他学生不用的。 我爸不说话了,点了根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妈转了转手指上的戒指,看了眼苏柔,一个是精心培养的千金大小姐,一个是刚找回来的落魄亲生女儿。 我在她们的眼里,只看到了计算,并没有多少感情。 想想也是,当初我妈生下我才两个月就去巴黎扫货了。 要不是这样,保姆怎么可能有机会掉包? 因为她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清楚只出生几个月的女儿长什么样子。 这事儿不能透露出去,我妈慢慢地开口说道,秦家老太太喜欢小柔,只名道姓让她跟秦赵也订婚。 这些年,因为小柔得了老太太喜欢,你没少沾光。 要是老太太知道小柔只是个保姆的女儿,秦家不可能让她进门的。 苏柔细微地颤抖了一下,哭着说道,爸爸妈妈,我可以走的,我不能霸占临山的身份。 闭嘴,有你插嘴的范儿,我爸伶俐地说道,我们在你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跟精力,你说走就走,拿什么还? 难怪这些年一直是这么个呆蠢样子,基因就差在那儿了。 我妈不以为意地说道,你还总说这孩子像我,怪我没教好,现在知道原因了吧。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苏柔一提起爸妈就有些害怕的样子。 原来这些年,她是在这样的强压下生活的,一言不合就被贬低,训斥。 我看着她们说道,你们可以对外说,当年生下的是双胞胎,找了我很多年才找到。 苏柔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 我也会变成让你们满意的苏家大小街,只是往后,苏柔由我来管,你们别再对她呼来喝去。 大话不是这么说的,我妈审视着我,你要是能取得秦家人的信赖,也算你本事。 那咱们就走着瞧,我笑道,两个月的时间,如果我不能让你满意,我自己走。 我爸叹道,真是龙生龙凤生凤,你这模样,倒是像我年轻的时候。 行了,就这么办吧。 不然传出去让别人知道,我们苏家让一个保姆耍了,够丢人的。 他们两个定了这事,又各自要离开。 我妈出门前喊来保姆,漫不经心地说道,王嫂,小柔都学会顶嘴了,盯着她弹两个小时琴。 不知道错,不许停。 苏柔大气都不敢喘,死死地低着头。 我站在一旁,轻轻握住了她的手。 我父母其实根本不在乎我跟苏柔谁是亲生的,他们只在乎投产笔。 苏柔听话乖巧,从穿衣打扮到情绪爱好,全是他们一手打造出的千金小姐样子。 从苏柔出生起,他们已经为她制定好要走的路了。 学艺术,将来出国镀金。 然后跟更高一层的豪门贵公子相亲,为苏家找到强有力的联姻者。 而我这个在外面生活了十多年的亲生女儿,如果还算聪明得体,那就花点心思培养我。 如果我只是个一团扶不上墙的烂泥,那就随便把我打发了。 晚上,我跟苏柔躺在一起,她靠着我说起悄悄话。 林林,我想去祭拜她。 苏柔说的她,是我爸。 没什么好击败的,人我已经安葬了,她这辈子生前活得窝囊,死后倒是掀起点风波。 再说,去了干嘛呢? 林家的穷亲戚要是逮住苏柔这颗小白菜,会像马黄一样贴在她身上,洗干她的血,闹得她不得安宁。 万一传出丑闻,苏家,这对冷血夫妻,肯定会把苏柔当作弃子的。 以后再说吧,我帮她捏了捏肿胀的手指问她,你将来想做什么? 苏柔苦恼地说道,爱,我也不知道。 妈妈说明年送我去巴黎读艺术,出国前,先想办法跟秦赵也订婚。 我没说话,再思考问题。 你不要跟爸妈对着干,不然受苦的就是你。 苏柔叹了口气说道,我从小到大都习惯了,倒是你,脾气一向倦,不听劝。 要是惹爸妈生气了,他们肯定会惩罚你的。 我没理会她,反而说道,你跟我仔细说说他们两个,经济背景之类的。 苏柔仔细想了想,认真跟我说起来,这一说,足足说了一个小时。 反正爸妈就是家族联姻,我感觉他们也没什么感情吧。 苏柔小声说,以前我听过他们吵架。 妈妈说她有集团百分之二十的股份,爸爸肯定管不了她。 这么一说,他们之间也没什么大矛盾,我若有所思地说道。 苏柔警惕地看着我,林林,你想干嘛? 我笑了,小柔,既然老天爷让我回到苏家,不好好利用这个身份,那真的对不起自己。 苏家的钱,我要。 苏家千金大小节的地位,我也要。 但是我绝对不能像个傀儡一样,被他们呼来喝去地利用。 我早早就没了吗? 我那个不靠谱的爹,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鬼混。 我能在鱼龙混杂的油瓶巷,混成人人口中品学兼优,人美心善的林山,靠的是什么? 我能忍会装,我更会抓住任何一个能获取利益的时机。 欲棒相争,渔翁得利。 只有我这对便宜爸妈有了足够大的矛盾,我这个亲生女儿才会有价值。 没有矛盾,那就去制造矛盾嘛。 一个月后是秦家老太太的寿宴,我被教导了一番以后,带到了秦家。 苏柔见惯了上流社会的场面,乖巧地喊着叔叔阿姨。 她牵着我的手,逢人就说我是她的双胞胎姐姐。 转头我就听到有人议论,真有意思,还什么双胞胎姐姐。 我看苏家那两口子,是去哪儿找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打算再找个公子搁架了吧? 谁知道呢? 反正苏柔跟秦赵也订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苏培安这人本事不行,运气倒是不错。 先是娶了白方这个大小姐,又生了苏柔这么个闺女。 嘖嘖,躺赢啊。 什么都不用做,就继承了苏家那么多财产。 将来苏柔再嫁给秦赵也,苏培安这妥妥地成为人生大赢家呀。 我站在墙后,默默地听着。 我这个便宜爹,据说年轻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纹酷弟子。 后来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家族快破产的时候,娶了我妈。 我妈带着巨额嫁妆,挽救了苏家。 要说他们俩没什么感情,我是不信的。 不然,我妈不能平白无故地嫁给我爸,至于两个人为什么这些年相看两宴,就是个迷了。 我看了看时间,往花园的僻静处走。 有人已经在等着了,他随手把昂贵的西服丢在地上,靠在墙上拨弄着手腕上的表。 他像是暗夜里的光,静默地跳动着。 一年不见,秦赵爷身上那种沉寂的贵公子气质,倒是越发明显了。 我欣赏着秦赵爷好看的侧脸。 他扭头看我,讥讽地说道,摇身一变成了苏家大小街,苏家还真把你包装得像模像样,将来也不知道要卖给哪家。 卖给哪家呀,我踢掉脚上的细高跟,慢慢走过去,对他笑,卖给秦赵爷好不好。 林山 秦赵爷的怒气一下子就上来了,眼睛里燃烧着一团火,当初是你不要我的。 那就别再招惹我,趁我还没发脾气,赶紧滚蛋。 否则的话,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这个所谓的千金小姐,其实是个假模假样的混子。 这么大声音,唯恐别人不知道我抛弃了你一样,我按住她的胸口,把她推在墙上,看着她的眼睛问道,我还欠你一个愿望呢。 秦赵爷僵硬地靠在墙上,抿着嘴不吭声。 他十七岁生日那晚许愿,如果将来我考上了南大,就问他,现在我考上了,看来你忘了,那就算了我坐时要走。 秦赵爷一把捏住我的手腕,沉闷地说道,我没忘。 我靠在他怀里,仰着头看他,那你亲不亲? 我在学校忙着换专业,原先我选的法律专业,想毕业以后早点赚钱。 自从知道了我是苏家千金以后,我立马换到了金融专业。 学校的事情刚忙完,保姆就悄悄给我打电话。 苏柔被关了三天,今天被我爸狠狠打了一顿。 我挂断电话,给保姆赚了钱,立马回到家里。 苏柔跪在地上,白皙得脸肿得很高。 她哭得喘不上气来,哀求着,爸爸。 求你了,别找她的麻烦,都是我的错。 闭嘴,别喊我爸爸,我爸气得一脚踢开她。 暴怒道,你一个烂酒鬼的女儿,锦衣玉食地过了十八年,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 竟然自甘下见去谈恋爱,既然这样,就给我滚出苏家。 我早就从保姆口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苏柔跟一个叫林宇的男生谈恋爱了。 我听苏柔提过林宇,爸爸是律师,妈妈是医生,也是不错的家庭了。 可苏柔是苏家培养来,跟秦家联姻的,跟林宇这样的人谈恋爱,就成了我爸嘴里的自甘下贱。 我爸一脸的烦躁,骂道,你还让秦家人逮个正着,苏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 我看得出,我爸是没本事,脾气还大,出了事情不知道去解决,只知道在家里无能暴怒。 我走过去,把苏柔从地上拽起来,去洗个澡睡一觉。 苏柔使劲摇头,示意我不要管。 王嫂,带小姐上楼去,我提声说道。 躲在一旁的王嫂,犹豫地看向我爸。 我爸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说道, 林山,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我看着王嫂。 王嫂挣扎了一下,终于带着苏柔走了。 客厅里就剩下我们两个。 我气定神贤地说道,既然苏柔跟秦家的事黄了,那就换一个。 爸,你这么急,看起来像是有什么计划被打乱了呀。 我爸皱着没看我,你疯了。 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没疯啊。 倒是爸爸你,可能是疯了。 我笑咪咪地说道,这么急着跟秦家攀上关系, 是不是因为你在国外那个拼头想回国呀? 你想成为秦家旗下超市的供货商, 把这份生意交给你那个拼头。 我爸眼神刷得就变了,四周看了看,沉下脸说道, 林山,你在说什么鬼话? 我也不急,慢条斯理地说道, 爸,你在外面有多少女人呢? 我管不着。 但是我更在乎,我在苏家,到底能拿到多少? 我发给我爸一些照片,你在外面有孩子的事情, 要是被我妈知道了,你觉得是什么后果? 我爸看着手机,越看脸色越难看。 他在外面,有个十八岁的儿子, 呵,居然跟我同岁。 我爸打量了一下说道,你想要什么? 你名下有百分之五的苏家股份,分给我百分之二不算多吧。 我笑道,另外,房产我也要。 哎,别着急打断我呀,我帮你成为秦家的供货商。 另外,我再帮你把我妈踢出去,拿到她手里的股份。 就凭你,我爸冷笑道, 林山,你以为你妈是个只知道购物挥霍的女人, 那你可看错她了。 白家就她一个女儿, 她能斗拜一个哥哥,两个弟弟,拿到那么多钱, 你就知道她的厉害了。 她在厉害,也是个当妈的, 我指了指手机上的人,探导。 这位当年可是有名的艺术家, 为了你,为了你们的儿子, 还不是甘心当了个剑步的光的第三者。 只要我能打动我妈, 有的是手段让她拿出那些股份。 到时候,你就能这位双宿双七了。 我爸沉默了好久问我, 就凭你。 我晃了晃我跟秦赵爷的合照, 凭他。 行,等我成为供货商, 我给你两套房, 百分之二的股份, 我爸很干脆地说道。 他转身就离开了。 我呢,是不信他会做到的, 但是不重要。 我调出手机里的录像, 发给我妈妈, 给她发消息。 妈,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的话。 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永远跟你站在一条战线上。 不管怎么样, 我在法律上都是你们的第一继承人。 我爸这样的男人, 不值得你在这段婚姻里消磨自己。 欲蚌相争, 渔翁得利。 只要他们有了矛盾, 我自然能成为那个获利人。 我看到手机上的未接来电, 又看到微信消息。 我去看看苏柔, 等下去找你。 不行, 我就在你家, 出来。 我没搭理他, 上楼去看苏柔, 他一脸紧张地跑过来看我, 你有没有事情啊? 我没事, 我摸了摸他的脸, 你既然喜欢林宇, 就跟他好好谈恋爱。 其他的事情, 我来搞定。 我也太没用了, 苏柔抱着我。 哭起来, 我跟他聊了一会儿, 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搞定这件事情。 苏柔心情好了, 我这才去了楼下, 某人臭着一张脸, 坐在车里, 降下车窗看我。 苏柔重要, 还是我重要, 他一双漂亮的眼睛看着我, 语气有点固执。 你猜, 我趴在车窗上, 揪住他的衣领。 他很自然就凑过来, 亲吻我。 秦赵爷又把我拖进车子里, 抱着我, 像个小狗似的亲来亲去的。 我脖子被他啃了几口, 就他的头发。 说正事, 我敲了敲他的额头。 过了一会儿, 他有些不情愿地说道, 供货商的事情, 我可以搞定, 但是奶奶要我继续到国外读书, 这是交换条件, 你怎么想? 我咬了一口他的耳朵, 说了一句话。 秦赵爷跟被蜜蜂遮了一样, 怒气冲冲地说道, 这种事情也是能交换的。 林山, 你非要气死我吧? 当初看到秦家来接我, 你好不留情地 就要跟我断绝关系。 现在因为苏家的事, 你要我帮忙, 又回来找我。 你仗着什么呀? 仗着你爱我, 我用额头撞了撞他的额头, 看到他的眼神一下子软下来, 忍不住笑起来, 秦赵爷, 你真好哄。 他抿着嘴不服气的样子, 狠狠亲了我几下才作罢。 我揪着他衬衫扣子, 估摸着他刚从一个宴会上跑过来, 上百万的手表随手丢在一边, 这副慵懒的贵气模样, 谁能想到他是吃过苦的。 则, 秦赵爷呀, 真是他天生的少爷命。 穿衬衫还挺好看, 我摸了摸他的猴结, 小声问了他一句话, 他不吭声, 我假装要走, 瞟了他一眼, 不要啊, 那我走了。 秦赵爷猴结滚动了一下, 半嗓才说道, 要。 一年前的夏天, 我抛弃过秦赵爷一次, 知道他是豪门小公子以后, 我在房间坐了很久。 秦赵爷疯狂地拍着我的门, 吼道, 临山, 只要你说一句, 我就不走。 秦赵爷他妈是陪酒女, 背着秦家生下了他。 秦家这一辈, 只剩下了秦赵爷一个孩子。 可惜他妈的命实在够烂, 早早就走了, 没想上福。 不走, 不走留在油瓶下, 做一辈子的人吓人。 从小秦赵爷就被人追着打骂, 喊他是见人生的野孩子。 秦赵爷就算想回秦家, 也得出国度议曾经, 否则让上流社会的人知道他的出身, 难免看不起他。 我推开门, 对着秦赵爷只笑着说了一句, 秦赵爷, 你是不是特喜欢我呀? 他没吭声, 只是固执地看着我。 还有一年我就成年了, 到时候我要考南大, 将来做个大律师, 我戳着他的胸口, 笑嘻嘻地说道, 你呢? 因为你妈的病背了一身债, 指望我避了夜养你呀。 做梦吧。 秦赵爷被我的话刺了一下, 又隐忍地说道, 我跟我奶奶说, 咱俩一起出国。 我冷了脸说道, 秦赵爷, 大少爷身边就要跟他有同等的地位。 我绝不会摇尾起连, 做秦家大少爷身边的一只小狗。 从前他是陪酒女的儿子, 我是酒鬼的女儿。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 从烂透了的日子里寻找一些温暖。 他富贵了, 我也绝不高攀。 如果那天我真的站在他身边了, 也是因为我有那个本钱跟资格。 短短两年, 我又回到了秦赵爷身边。 他甚至问都没问一句从前, 就这么又握住了我的手。 我趴在枕头上, 摸了摸秦赵爷的头发。 秦赵爷, 我叫他的名字。 他亲了亲我的手指, 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问我是不是疼。 我白了他一眼, 又说道, 老人们都说, 头发硬的男人, 心也硬。 你为什么这么心软呢? 不怕我骗了你, 再踹掉你。 不怕。 他翻个身紧抱住我, 又看了我一眼才说道,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你别生气。 我眯了眯眼, 你先说。 秦赵爷睫毛垂着说道, 那天, 其实我走了又回去了。 我看见你在门口, 哭了。 我先是一愣, 飞快地捂住他的嘴, 瞪着他, 别说了。 秦赵爷拽开我的手, 轻声说, 林山, 其实心软的那个人是你。 你那么要强, 自尊的人, 却肯回过头去看我一眼。 我当时特别想冲过去抱住你, 可是我知道, 你不愿意让我看见。 我听你的话, 继继续去国外读书, 他紧紧抱着我, 在我耳边说道, 我一定会成为那个够资格站在你身边的人, 也绝对不会让我们两个的命运被其他人操控。 我眼睛有点酸, 又笑话他, 刚刚谁哭着说不愿意走, 不愿意离开我的。 是我是我, 秦赵爷在我怀里蹭着说道, 我帮你搞定苏家的事情, 再走, 你那个便宜老爸能力不怎么样, 心眼可是不少。 他养的那个女人, 已经带着他儿子回国了, 估计要跟你妈争财产了。 那我可得会会他, 我择了一声说道, 苏家的钱将来都是我的, 谁敢碰, 就剁他的爪子。 那我就做你的刀, 秦赵爷做了个磨刀的手势。 柿子先挑软的捏, 我把那个白月光初恋, 居然把我当成了苏家的软柿子。 秦梅雪不愧是年少成名的艺术家, 穿得特别有品味。 坐在咖啡厅里跟我说话的样子, 温柔似水。 珊珊, 你爸跟我讲过你的事情, 秦梅雪一脸疼惜地看着我说道, 真是可怜的孩子, 当年要不是白方跟你爸斗气, 也不会被那个保姆钻空子, 让你白白受了这么多年的罪。 我爸果然是个背信弃义的大傻叉, 眼看着要跟秦家签供应商的合同了, 不提给我股份还有房产的事情, 居然让秦梅雪来找我, 跟我搁这儿打亲情牌。 她是脑子被驴踢了, 还是生下来就脑干缺失, 居然觉得我会被亲情打动。 难不成她以为我从小没妈, 随便找个女人来给我点母爱, 我就要跪下感激涕零。 我低头战术性地喝水, 真怕我忍不住喷她一脸。 秦梅雪以为我被感动了, 拉住我的手长须短叹道, 当年我跟你爸相爱, 却因为白方插足, 不得不分开。 我远走国外, 她陷在了这段婚姻里, 还好, 老天爷给了我们弥补的机会。 珊珊, 你放心, 将来咱们成了一家人,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你还有个弟弟, 叫苏元, 回头我找机会让你们见见。 我看着秦梅雪那张柔情似水的脸, 叹了口气, 秦阿姨, 您没事吧? 秦梅雪被我问得一愣, 没, 没事啊。 您跟我演什么母女情深呢? 我养母是死了, 但是我亲妈还活蹦乱跳呢。 就您这弱不禁风的样子, 我妈一巴掌下去, 能打残两个, 我耐心地说道, 当个小三, 还给您, 当初成就感了, 想接手我妈的男人, 还想接手她闺女。 您是在国外待久了, 回国水土不服, 智商水平跟不上吧? 你,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说话呢? 秦梅雪被我骂得一愣, 他叹了口气说道, 你回苏家这么久, 白方给过你一个好脸色吗? 你在外面这么多年, 他跟你能有什么感情? 白方这个人啊, 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远的不看, 你看看白方是怎么对小柔的就知道了。 不劳你费心, 我对着他微微一笑, 秦阿姨, 这么喜欢演戏啊, 真好, 我也挺喜欢演的。 我起身扑通, 一下子跪在他身边, 抱着他的腿, 哭喊着, 秦阿姨, 求求您了, 不要抢走我爸爸, 我不能没有妈妈呀, 您可是有名的大画家, 我从小就崇拜您, 敬重您, 可是我没想到, 您居然是这种人啊。 我哭得歇斯底里, 豪得三里地都能听到。 我妈是出身高贵的大小姐, 要脸, 不屑跟秦梅雪撕着脸皮痘, 但我呀, 从小就知道撒泼打滚的威力。 秦梅雪, 你不是清高吗? 今天我这块驴打滚, 偏要扯下你这层抹茶皮。 你这孩子, 快起来, 秦梅雪眼看着其他人在拍照, 连忙推嗓着我。 我顺势一倒, 直接躺在了地上。 姐, 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我听到苏柔冲过来, 抱着我哭起来。 还行, 掐的点还算准。 万一我俩真被扫地出门了, 当个碰瓷姐妹花也不愁吃喝了。 我坐在房间里, 看着苏柔肿得跟核桃一样的眼睛, 一阵无语。 你傻的呀, 我敲了敲她的脑瓜子, 往袖子上抹那么多洋葱, 哭不出来假装好两声就行了, 这么实心眼。 苏柔扯着我的手, 娇软软地说道, 那不是给你搞砸了吗? 我要是哭得太假, 让人看出来怎么办? 她又有些发愁地说道, 你说, 咱们这么闹, 等妈妈回来, 会不会打咱们呢? 怕我打你们, 还敢给我搞这么一出 一个冷嘲热讽的声音传进来。 我妈踩着高跟鞋, 走路生风, 把手机砸在床上, 冷笑道, 都给我睁大眼睛, 看看新闻上怎么写的, 我白方要强了一辈子。 到头来, 让圈里人笑话, 我跟秦梅雪那个贱人, 争风吃醋。 我闺女真是给我争脸啊, 咖啡厅当众撒泼。 苏柔吓得缩了缩脖子, 往我身边凑了凑, 泪包式地说道, 妈, 您别骂林林, 这, 这都是我的主意。 我妈横了苏柔一眼, 骂道, 看看你那个鞍唇样吧。 你要是真能出这么个主意, 我也不至于这么多年 对你失望透顶了。 你要是有这么几个心眼, 太阳得打西边出来。 我拿起手机津津有味一看, 什么豪门征产, 什么归国画家 居然是第三者呀。 新闻标题是一个比一个带劲, 讨讨量跟浏览量都特别可观。 秦赵也找的这波媒体资源行啊, 这才两个小时就给送上热搜了。 妈, 我被秦梅雪踹了一脚, 心口疼, 我靠在床头, 捂着心口说道, 您对我说话小声而点, 医生说我不能受到惊吓, 要不是因为你闹的这出破事, 我还在岛上晒太阳呢。 饭不着坐在这儿, 闻着这一股药水味儿, 我妈嫌弃地拿出香水, 在我房间里喷了喷, 又扭头等着苏柔说道, 愣着干嘛, 给我把椅子拿过来。 苏柔呕了一声, 这才乖乖地搬过椅子, 还贴心地拿了件衣服扑上去。 我妈又气不顺地骂道,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小就这么一副丫鬟想, 妈, 行了呀, 你知道这事我是主导的, 犯不着对苏柔说话这么难听, 我忍不住说道, 您呢, 不想掺和就别来。 反正我既然敢对秦梅雪出手, 就做好了跟我爸硬刚的准备。 我妈看了我几秒, 骂了一句, 你倒是护短, 今天搞这么一出, 除了想跟你爸打擂台, 也是心里怨着我这么多年对苏柔不好是吧。 我对她微微一笑, 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苏柔扯了一下我的胳膊, 示意我少说两句。 我妈看了看我们两个, 表情有一点烦躁。 她随手拿出个打火机玩了一会儿, 才静下心说道, 苏柔这个性格, 你是了解的。 从小就优柔寡断, 是个阿猫阿狗的, 就能欺负她。 没一点脾气不说, 脑子还不算聪明, 做事呢, 又没什么恒心。 她小时候, 没少被她那几个表兄弟欺负。 说实话, 这些年, 我对她挺失望的。 有些话, 我说的是难听, 这个我不否认。 苏柔这个性格脾气, 是绝对不可能继承我手头的那些产业。 她能拥有最好的一份未来, 就是嫁个好人家, 做个一问三不知的白痴太太。 给她选秦家, 也是因为秦家老太太喜欢她。 而且老太太跟我妈是手帕交, 将来就算秦赵也跟苏柔没感情, 苏柔有了秦太太的身份, 也不会过得不好。 苏柔听了, 低着头说道, 对不起, 妈, 是我让你失望了。 我是挺失望的, 秦家太太不做, 去找个律师的儿子谈恋爱。 找男朋友也不知道擦亮眼睛, 那个淋雨就是个花言巧语的花心大萝卜。 苏柔, 你将来靠什么谋生? 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 走得大小姐路子。 难不成你指望大学毕业去琴行里 教学生弹钢琴? 我妈白了苏柔一眼, 越说越来气, 不争气的东西, 要不是我拦着, 苏培安非得打断你的腿。 妈, 行了, 苏柔将来怎么过日子, 轮不到您操心, 我还活着呢, 我握住苏柔的手, 皱着眉头说道, 您今天来, 不会就是为了骂我们两个一顿吧? 我妈忽然就意味深长地笑道, 林珊, 当年我跟秦梅雪, 也像你们两个这么亲密, 可她跟苏培安两个人悄悄地就好了, 瞒着我一个人。 我像个白痴似的, 带着巨额嫁妆嫁给苏培安, 一直到生下你才发现他们两个的猫腻。 苏柔抬起头, 擦了擦泪水说道, 妈, 您怎么说我无所谓? 不用阴阳怪气地说林珊, 您肯定想说她跟秦赵爷的事, 想说她抢了我的婚事。 这事我知道, 别说我不喜欢秦赵爷, 就是是我喜欢, 林珊要, 我也让给她。 男人多的是, 但是掏心掏肺对我的, 只有林珊一个人。 我妈不说话了, 靠在座椅上, 巴达巴达地玩着打火机, 忽然砰的一声, 门被一脚踹开, 伴随着我爸暴怒的声音。 林珊, 谁给你的胆子, 竟然敢欺负梅雪?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可是还没认你呢? 我爸冲进来, 气得脸都清了。 秦梅雪在一旁, 挽着她的手劝说着, 培安, 别生气了, 小孩子哪有那么多心眼啊? 哟哟哟。 听着话, 说得多有艺术啊, 肯定是白方那个蛇蟹女人指使的, 我爸没看到我妈, 嘴里骂着。 她三两步冲到我面前, 一把推开苏柔, 指着我鼻子骂道, 立马全网, 给梅雪道歉, 不然跟苏柔两个人, 给我滚出苏家。 我妈优雅地站起来, 随手把打火机砸在地上, 我爸看着她眉头一皱, 还没说话呢。 我妈左右开工两个耳光, 冷艳高贵地说道, 苏培安, 这些年真是给你脸了, 真把自己当磕葱了。 苏柔是我养大的, 临山是我生的。 你一个吃软饭的白痴, 凭什么让他们滚出苏家? 秦梅雪见状, 立马哭着说道, 方方, 当年是我对不住你, 你。 我妈又是一个耳光甩上去, 皱着眉看了看手。 我立马递上一张湿巾, 我妈擦了擦手, 把湿巾砸到秦梅雪脸上, 冷笑道, 这些年没搭理你, 是因为我懒得跟你计较。 既然你找死在我面前蹦打, 不成全, 你倒显得我小气了。 我跟苏柔对视一眼, 悄悄地竖了竖大拇指。 白方女士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啊。 这三个耳光, 打得真漂亮。 我妈, 苏培安, 还有秦梅雪,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妈名恋苏培安。 虽然她是个顽固草包, 奈何我妈一心明月向勾取。 到了结婚的年纪, 我妈义无反顾地嫁给了苏培安, 让她坐稳了苏家掌权人的位子。 当时, 我妈觉得吧, 虽然苏培安没什么生意头脑, 她够聪明就行。 没想到我才出生两个月, 我妈就发现苏培安跟秦梅雪早就在一起了。 她当时就怒了, 说, 天底下男人多的是, 早跟我说, 我不至于跟你秦梅雪抢男人啊。 秦梅雪哭哭啼啼地说道, 方方, 我不想跟你争的, 可是你一出生, 什么都有了, 我只是寄人篱下的一个孤儿, 如果培安都被你抢走了, 我就一无所有了。 我妈赏了秦梅雪两个大耳瓜子, 从此就跟苏培安决裂了。 只是她其差一招, 当时非要嫁给苏培安, 被苏家人算计了。 如果她俩离婚的话, 我妈要分出半付身家给苏培安。 所以她这么些年就跟苏培安耗着, 一直到我出现, 打破了他们之间的平衡。 林山, 你是有几分小聪明的, 但是仅凭一份供应商合同, 还有秦梅雪的新闻就想拿捏你爸爸, 还是嫩了点, 我妈刷了一下手机, 嘲讽一笑, 瞧见了没有, 苏培安根本不在乎跟秦梅雪之间的绯闻。 她呀, 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想了半天, 盯着我妈说道, 妈, 如果我能让你顺利跟我爸离婚, 并且让他分布走你的财产, 那你能给我一部分集团的股份, 还有白家旗下的连锁酒店吗? 行啊。 我妈笑咪咪地说道, 你这模样, 特别像当年我跟你舅舅们争夺财产的样子。 我摸了摸脸择了一声, 我爸不是说我像他吗? 听他放屁, 我妈优雅地翻了个白眼, 敲了敲桌子说道, 给你一个月时间, 搞不定我就出手, 我可不想浪费时间在这对贱人身上。 我笑了, 凑过去挽住他的胳膊说道, 三天就够了。 我妈被我亲近, 有些不自在地推了推我。 妈, 谢谢你站在我这边, 我抱了他一下, 如果你以后对苏柔说话好听点, 就更好了。 我飞快地坐到了一边, 我妈瞪了我一眼, 翅膀还没长出来呢, 就敢指挥我了。 说说看, 你有什么锦囊妙计? 打蛇打七寸, 秦梅雪的七寸就是他那个好儿子啊。 说实话, 我第一次见我这个弟弟的时候, 着实被他的颜值惊艳到了。 这可是刚刚十八岁就享誉国际的天才钢琴家, 听说明年要开演奏会了。 就是这么一个天才, 媒体营销的人设, 是身份背景成迷。 看来秦梅雪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他儿子是个私生子。 秦玉坐在钢琴前弹奏着, 就像是漫画书里走出来的王子。 听了他弹琴, 我才觉得人跟天才之间的差别, 苏柔一脸着迷地说道, 我就是在练一百年, 也比不上他一根手指头。 我拖着下巴, 欣赏着秦玉的盛世美颜, 问苏柔, 你怎么样, 拿下他了吗? 苏柔脸蹭得就占红了。 林林, 这件事情我真的做不来, 对不起啊。 我一看见他就脸红, 怎么勾引他呀? 今天还是秦赵也实在看不下去了, 直接开车把他绑来的。 就这点出息, 我也没指望苏柔能干成这件大事, 毕竟秦玉就一副祸水样子。 本来还指望用一招美人计, 让苏柔拿下秦玉, 顺便威胁秦梅雪呢。 到头来, 还是得秦赵也出手。 秦玉弹完秦, 回头看我。 等会儿让你叫你就叫, 让你哭你就哭, 听到没, 我走过去, 笑眯眯地拍了拍秦玉那双手, 要是不听话, 你这双手可就废了。 秦玉抬眼看着我, 琥珀色的眼睛漂亮得不像话。 他双手环臂, 轻笑一声, 不就是想联合我妈, 搞苏培安一跳吗? 至于这么曲折, 秦玉自顾自地拿出烟, 抽了一根, 靠在钢琴上说道, 只要我开口, 我妈什么事情都会做。 她吐着烟圈, 一瞬间就像是坠落神坛的小恶魔。 我掐了她的烟, 问她, 条件呢? 让她跟我谈几天, 秦玉看向苏柔, 露出个笑容。 别犯贱, 我朝着她的脖子拍了一巴掌。 我没想到秦玉这小子, 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秦玉雪着急忙慌地赶过来, 看到秦玉以后, 对我破口大骂道, 你居然绑架我儿子。 小小年纪就这么舍些心肠, 我一定要报警, 让你吃牢饭。 我还没开口说话呢, 秦玉就掏出一把小刀, 对准了自己脖子, 一脸冷淡地说道, 妈, 你要是想让我活着, 就听临山的话, 帮她把苏培安送进监狱, 否则的话, 我今天就躺着出这个门。 小玉, 秦玉雪泪流满面地说道, 妈妈这么苦心经营, 到底是为了谁呀? 你为什么总是看不到妈妈的苦心, 要这么折磨我? 我瞄到秦玉的腕表下, 竟然有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 一看就是自杀过的。 再看看秦玉雪这副样子, 我懵了, 这母子俩难道经常玩这套? 秦玉慢条斯理地在脖子上滑了一道, 笑得特别开心, 妈, 我要是再割身一点, 下周可能就没办法出席发布会了。 到时候, 您这个经纪人, 怎么去跟媒体解释啊? 神经病吧你, 我一脚踹开秦玉手上的刀, 边上的苏柔冲过来, 立刻把刀子藏起来, 警惕地看着秦玉, 好像怕他夺刀似的。 秦玉雪,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 我直截了当地说道, 就你儿子这个神经病, 我毁掉他的手段有一万种。 我要的很简单, 让苏培安静身出户。 你跟了他这么多年, 我不信你手里没有他的把柄。 你想嫁给我爸, 无非就是想让秦玉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只要你配合我, 我就让秦家放出风声去, 说秦玉是秦家人。 这个身份, 可比苏培安的私生子体面得多。 我拿什么姓你, 秦玉雪擦了擦泪, 防备地看着我。 秦玉指了指窗户说道, 妈, 你要是不答应他, 我就从楼上跳下去。 神经病, 闭嘴, 我朝着秦玉屁股踹了一脚, 皱着眉看他, 你这病多久了? 秦玉摸了摸手上的疤痕, 笑得荡漾, 姐姐, 你好眼力啊。 我没吭声, 我见过跟秦玉很类似的人, 控制不住情绪, 一会儿开心, 一会儿失落的。 后来, 后来那个姐姐就跳楼了。 他妈还骂骂咧咧地说, 死了清静, 省得一天到晚, 装疯卖傻, 看什么心理医生浪费钱。 林山说的话, 就代表我, 秦赵也从房间里走出来, 摟着我的肩膀, 对秦玉雪说道, 只要你帮他搞定苏培安, 我帮秦玉造势。 再加一个条件, 秦玉雪思考了一下果断说道, 你给小玉2%的股份, 我就保证把苏培安送进监狱。 我看着他果决的模样, 乐乐, 你当了这么多年小三, 一点都不爱苏培安啊。 男人而已, 秦玉雪挽着头发, 整理了一下妆容, 淡定地说道, 要不是看他当年能送我出国深造。 给我锦衣玉石的生活, 它可算个什么东西? 秦玉犯了烟瘾似的, 又想去拿烟? 苏柔眼疾手快地抢了他的烟, 塞给他一根棒棒糖, 林林有鼻炎, 你别抽烟。 他们要谈正事, 咱们不要打扰他们, 去影音室看电影吧。 好啊, 秦玉咬着那根棒棒糖, 盯着苏柔看。 秦玉, 你要是敢欺负小柔, 我绝对剁了你, 我警告他。 等他们两个走了以后, 秦玉雪才说道, 三年前, 苏培安在国外喝醉酒, 侵犯过一个女孩子, 我手上有证据。 秦玉雪让当年被苏培安侵犯过的女孩, 重新站出来指证她。 经过漫长的追溯以后, 苏培安终于被绳之以法。 而秦玉雪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声泪俱下地说自己年少无知时, 被苏培安欺辱, 迫于无奈才做了她这么多年的情人。 她宣布永久性退出话谈, 往后余生都会致力于慈善事业。 这女人也是个狠角色, 她怕自己的事情被人深究, 再扒出她跟秦玉的关系, 干脆自己把料全爆了。 秦玉还是人们眼中 那个有着天使容颜的天才少年钢琴家, 媒体评价, 她身上有一种随时破碎的美感, 就像是玻璃上的双花, 经不住一点俗世的热议。 苏培安被送进去以后, 我妈重入董事局, 带着我正式接触豪门圈子。 我每天要忙着读书, 忙着跟她参加宴会, 旁听董事会议, 简直恨不得分成三头六臂。 大四毕业的夏天, 秦赵也从国外飞回来, 像个小尾巴似的粘着我。 我刚从一个高端珠宝宴会出来, 一上车就看见秦赵也坐在后排。 你怎么来了? 我惊喜地看着他。 秦赵也扑过来, 在我脖子上咬了一口, 气道, 我要是再不回来, 你都要忘记自己有个男朋友了。 看热搜了吗? 豪门千金跟娱乐圈贵公子同坐一桌, 买热搜的人, 我查出来了, 你说怎么处置吧? 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笑起来, 还算买热搜的人聪明, 没把我的正面照片放上去。 吃这种飞醋, 我捏了捏他的下巴, 我妈可是给我放长假了, 咱们出去度假。 秦赵也把我圈住, 吻了我一会儿, 靠在我肩膀上也不说话。 我要出国读商科, 就申请了你那所学校, 我慢吞吞地说道, 本来还想问问你, 方不方便跟我一起住呢? 看你这模样, 不是很情愿啊? 林山, 秦赵也一下子坐起来了, 掐着我腰间的软肉, 气道,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气我。 他一手抱住我, 一手去升起车里的挡板, 稳住我含含糊糊地说道, 去我那好不好。 我看了看时间, 遗憾地拍了拍他说道, 不行。 晚上跟小柔约好了吃饭, 还有秦玉。 他俩, 秦赵也意味不明地轻哼了一声。 等我看见苏柔跟秦玉站在树下接吻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哼那句算什么。 他们俩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挑眉看秦赵也。 秦赵也立马说道, 我可不是有意瞒着你的, 我也才知道。 两个月前秦玉跟苏柔出国玩, 被拍了照片, 是我帮忙压下媒体的。 我接了集团的一个娱乐公司, 签了《苏柔这事儿你是知道的》。 苏柔大二的时候, 换专业学了表演, 这两年参演了一些小角色, 还真的让他摸索出了自己的路。 我怕他被欺负, 就让秦赵也公司签了他。 谁能想到当年假哭都要抹洋葱的女孩, 现在居然喜欢上了演戏。 每次苏柔聊起演戏, 眼睛都是亮晶晶的, 可见他是真喜欢。 你也不能管他一辈子, 我听业内的人提过苏柔。 他评价挺不错的, 秦赵也摇着我肩膀晃了晃我。 至于秦玉那个神经病, 你也别怕他会伤害到苏柔。 苏柔从小被女妈打压着, 还不是顽强地长大了。 我才没担心, 我用额头撞了撞秦赵也的胸口, 气闷到, 累了, 不想走了。 秦赵也一把抱起我, 带我去他那边。 外面的月色刚好, 他的怀抱很热, 秦赵也说, 林珊, 我们结婚好不好? 不好, 不好, 结婚后赚的钱都要分你一半。 我不愿意, 我推他, 好热, 松开点。 秦赵也不肯松, 求着我说道, 我们签婚前协议, 苏家给你的我一分不要。 作为彩礼, 我名下80%的财产都给你。 你奶奶能同意, 我看他。 秦赵也顿时就笑了, 我跟他说过了, 他要是不同意, 秦家就绝后了。 那我考虑考虑, 我捏住他作乱的手, 80%多了点, 总得给你留点零花钱, 60%吧。 还是你对我好, 秦赵也美滋滋地说道, 从小你就舍不得让我吃苦, 每次有了零花钱, 买一根冰棍都要分我一半。 我还记得咱们上小学的时候, 我被人打了。 你气得去那个同学班上, 把对方也打了一顿。 上高中后, 我妈生病走了, 我被房东赶出来, 没地方去。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天天睡你床边上。 我后来就想啊, 什么时候能长大, 跟你结婚呢? 想着想着, 这事情居然成了真。 好好地说这些干嘛, 我把脸贴在他胳膊上, 问他, 秦赵也, 后来你被秦家送出国读书那一年, 有想过回来找我吗? 秦赵也抱着我很紧, 我一直在等, 等你考上南大。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 让你实现我当初许下的那个愿望。 你就是个傻瓜, 我骂他。 秦赵也恩了一声, 谁让你喜欢傻瓜? 傻瓜, 天亮以后去结婚吧。 如果人类必须有一个信仰, 那我的信仰就是林山。 它像高大笔直的山树, 毫不由一地, 勇敢地朝着属于它的天空成长。 而我, 希望做一只鸟, 在属于它的枝叉上筑巢。 我五岁的时候, 我妈带着我搬到游瓶下, 在林山家对面住下。 我妈每天早出晚归, 有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家。 她会给林山钱, 让林山带着我吃早餐, 上学。 林山只要收了我妈给的钱, 就会尽职尽责地保护我。 我们一起上学, 放学, 一起吃饭。 有时候, 我妈妈不在家, 我们就手拉着手一起睡。 上了小学以后, 我妈跟班上一个同学的爸爸 发生了一些事情。 对方的妈妈去学校大闹了一场, 从那以后谁都知道 我妈是干什么的了。 我从小就长得好看, 每天穿得漂亮整洁, 口袋里又有钱, 很受欢迎。 可是, 自从那件事情以后, 没有人跟我一起玩了。 很多人都在背后骂我, 是婊子生的。 只有林山没有推开我, 她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秦赵爷, 所有人都可以看不起你妈妈, 但是你不能。 她可以抛弃你, 过更轻松的日子。 但是她却尽心养大了你, 给了你安稳的生活。 林山跟我说这话的时候, 她才十岁, 她额头上还有伤, 是她爸喝醉了。 推了她一把, 她撞到了桌角上。 林山永远不会抱怨, 气馁, 推堂。 她从小就特别有主意, 要存多少钱, 做这个月的生活费, 要上哪所中学, 要考哪所大学, 将来做什么工作。 这些事情, 她心里统统有一笔账。 如果说很多人对于世界的启蒙, 来源于父母, 那我对世界的认知, 就来源于林山。 她告诉我, 自愿自艺毫无价值。 她告诉我,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往前走的意志力。 我们两个人在暗淡的生活里, 靠在一起取暖。 林山照亮了我的人生, 而我希望能成为她的一点星火。 林山学习很拼命, 我不敢懈怠。 她做第一, 我就一定要做第二。 如果我能考过她, 做第一名, 林山就会带我一起去游乐园玩。 我比林山小一岁, 上小学的时候, 我是跳级的, 才跟她能上一个班。 男孩子都发育得晚一些, 我小学都比林山矮半个头。 我妈笑话, 我是林山的小跟班, 长得比她矮, 她将来肯定不会喜欢我。 那个时候, 我哪里懂得什么喜欢, 就知道一辈子不想离开林山。 我每天睡觉前都喝牛奶, 一天不喝我都怕自己长不高。 到了初三, 我已经比林山高出很多了。 她一段时间还挺郁闷的, 后来就看开了。 秦赵爷, 你长这么高也挺好, 天塌下来, 你先顶着, 林山刚拿了奖学金。 心情不错地调侃我, 我看着她说, 好, 一辈子给你顶着。 她看了我两眼, 我不争气地脸红了。 林山把书包丢给我, 咬着吸管喝牛奶, 没接话。 她肯定知道我喜欢她。 这世界上, 就没有林山不知道的事。 而我就没有什么事情能瞒住她。 她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 我奋力地骑车往家走, 不想让她晒太阳。 我以为我们能一直这样走下去。 林山将来考到南大法律系, 而我也去南大读金融。 可我妈的一场病, 粉碎了我的生活。 她住院花了很多钱, 治了一年, 欠了五十万。 我妈说不治了, 当天夜里就吞安眠药死了。 我当时看着她退去农庄, 躺在病床上的样子, 浑身都抽空了力气。 其实, 我跟我妈之间相处很奇怪, 她对别人热情似火, 一天到晚喊林山小美女, 就算路过的一只小猫小狗, 她都抱有三分善意。 偏偏对我很冷淡, 有时候看着我的目光里带着一些审视。 她没给我多少亲密的爱意, 却也从来没有苛待过我。 我们的母子缘分, 寡淡而疏远。 可她这么一走, 我才感觉到灭顶的孤独。 有人说, 父母是自己跟死亡之间的隔离线。 那个时候, 我才懵懂得体会到三分。 我妈走之前跟我说, 秦赵爷, 林山是个好姑娘。 你走运能遇上她, 抓住她才算是你的本事。 你要想抓住她, 就要永远坚定不移地选择她, 任何时候都不能犹豫, 明白吗? 我当时没接话, 心里却是赞同她的。 林山就是这样的人, 她要就要最坚定的爱。 我妈寂寞的时候就去恋爱, 然后带着一身伤回家。 我妈给我最大的温柔, 就是没把那些男朋友带回家。 送走我妈, 我坐在她的墓碑前, 跟林山说, 其实我妈以前有个特别相爱的男朋友, 那男的说要娶她, 但是不能带着我。 只要我妈把我送人, 她就能拥有一个崭新的生活, 全新的开始。 可她没听那个人的话, 跟那人分手了。 我妈跟我说, 儿子起码是自己肚皮里出来的。 男人呢, 嘴里没一句老实话。 我知道这话是安慰我的, 因为那晚我妈醉得很厉害, 第一次打了我。 她说后悔生下我。 起来吧, 要下雨了, 林山揉了揉我的头发。 她总是喜欢摸我的头发, 我知道她其实挺想养一只大金毛的, 可惜没条件。 我不介意做她的大狗, 我扭头搂住林山的腰, 她没推开我。 房东把我赶了出去, 我拎着行李住到了林山家里, 在她房间里打地铺。 林山在中间拉了一道帘子, 我妈刚走那段时间, 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有时候林山嫌我烦, 伸出手揉我头发。 我握住她的手, 她没有甩开我, 就那样我才能安然入睡。 林山说, 秦赵爷, 周末跟我一起去打工。 阿姨走了, 你还得继续读书。 我们一起去补习班打工, 一起去奶茶店做兼职。 我赚到的每一分钱都会交给林山, 她给我发零花钱的日子, 让我觉得就是这辈子最好的日子。 十七岁生日那年, 林山花五十块钱买了一个小蛋糕, 她让我许愿。 我看着她的眼睛轻声说, 希望林山考到南大那天, 我能吻她。 林山没有避开我的眼神, 她吹灭了蜡烛, 淡淡地说, 听到了。 我的神明听见了我的愿望, 那她一定会帮我实现这个愿望。 那年夏天, 秦家人找上我了吧。 我素未谋面的爸爸, 车祸去世, 没有留下一个后代。 我奶奶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我的存在, 我竟然成了赫赫有名的秦家少爷。 原来, 我妈偶尔被生活压垮的时候, 看我的目光中带着的审视, 来源于我这不知名的身世。 我不想走, 可林山要我走。 她把话说得很决绝, 看着我的眼神也毫不留情。 可把我赶走后, 她却独自抱着自己哭泣。 我出国读书, 在陌生的环境里, 冷漠地应对陌生的人。 回国后遇上了苏柔, 在她局促的神情中, 我邀请她一起跳舞。 我知道苏柔一直在资助林山, 也知道她在林山心目中的地位。 我对苏柔的态度能让她在苏家过得从容点, 林山知道了也会开心的。 我沉默隐忍地等待着林山, 一直到她出现在秦家。 那晚, 她穿着白色的羽毛连衣裙, 踩着高跟鞋, 游走在宴会上游刃有余, 好像天生就是富贵圈里俯视一切的公主。 很多人在背后议论她, 除了那些不入流的非议, 很多人都对林山感兴趣。 林山天生有一种能拿捏别人的本事。 她目光略过我, 好像从不相识。 我气闷, 接到她的示意, 却还是躲在花园里等她。 本来一肚子气, 可看着她笑盈盈地朝我走过来, 顿时烟消云散, 只渴望能够拥抱她。 林山, 我早就成为匍匐在你脚下的奴仆。 这一生, 愿为你赴汤蹈火, 任你奴役。